小爱爸爸父亲节快乐 这个是最伟大的父亲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坐车 抵达金融市政府大门口 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亲自迎接 朱立伦亲自参观 市府亲子电影院 还坐下来体验舒适的 友善环境 朱立伦称赞谢国良 作为父亲为金融打造 友爱城市的努力 最重要的市民是小朋友 还有爸爸妈妈 假承现在 爸妈现在也不开来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 要打造一个比较舒适 幸福的环境 爸爸妈妈 这样有孩子 他们才会感生 他就带着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还不错 其实都是企业赞助的 我们今天没发起 是 就是 然后让爸妈 就是爸妈来洽工的时候 把小孩先放 对 有一个志工阿姨 或什么 志工阿姨 志工阿姨都在 都在 这是我去新加坡的机场 刚一机场改 它有一个店 然后就给转机 因为转机有时候 三五十分钟没做 看五五两 就那里 在那边 谢国良邀请朱立伦 中午一起享用基隆美食 谈到对谢国良推动 有爱城市 朱立伦很有感觉 我刚刚跟国良说 现在你想到基隆想到什么 想到好吃的 好玩的 那更多的朋友到基隆来 刚刚在仁爱市场楼上 看到还有嘉义来的 还有高雄来的 还有各地来的 我都习惯过人家从哪里来的 所以太多太多的客人 愿意来基隆 就表示国良的成功 那第二个呢 国良把爱心带进基隆 他是小爱爸爸 这个小爱爸爸可以把 这个实现在 市政府的一楼 就可以看到爸爸的爱心 他今天又是父亲节 那我相信 所有天下的爸爸 都是最爱自己的子女 那小爱爸爸 更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所以今天一方面 来吃基隆的美食 来帮佩祥 也要来看一看 我们小爱爸爸 而基隆因为民众党 前民署长谢立功 退选立委 让国民党和民众党 在立委选举 做出了在野联盟合作表率 问到蓝白 未来是否有更多的合作空间 朱立伦这样说 那在我们很多的 共同的理想上 国民党跟民众党 是有一些共同的理念 尤其是对两岸的和平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对台湾政治的改革 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理念 那这些共同的理念 不管在立法院党团当中 或在地方议会当中 或者是将来可能在整个国家的施政当中 我们都可以团结在一起 那就可以让台湾人民 重过得更好 那我们怎么会因为 今天蓝白如果对立 或者是不合 让台湾陷入战争的风险 怎么可以因为 对抗或对立分裂 造台湾人过苦日子 我想这不是我们共同希望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努力的 我们未来中华民国的未来的发展上 我们认为只有朱主席这样子提到 菲律大联盟这样子理念跟方针 才能够真正有效的 把国家带到正确的方位上 反之如果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合作 或没有办法最后 有更多的一个吸手 这个努力的话 那很可能把中华民国未来的一个方向 就会带来更多的不安 跟带来更多的风险 所以我是全力支持主席的这个理念 我们也希望能够陪伴着主席 一步一步能够落实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恰巧今天是8月8号复兴节 党主席朱立伦也期待 未来基隆变成更有爱的城市 吸引更多民众愿意来观光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